美国自由之家公布年度全球新闻自由评比 港台两地的新闻自由都呈现倒退 台湾较去年倒退一个名次降到第48名 中国大陆因为当局持续打压网络言论 并向外国记者施压 继续被评为没有新闻自由地区 排名第183位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 周四公布2014年全球新闻自由报告 台湾较去年后退一名降到第48名 而香港更是直接从新闻自由地区降级成黄色的部分新闻自由地区 排名74 而中国更直接是紫色的新闻不自由地区 在全球197国中排名183 对台湾来讲下降 这个其实我们不意外 你看最近来讲 还有那个什么警察要成立这个网金 我们可以看现在很多中资的集团 都已经入侵到我们台湾很多的媒体的经营的话 你说他们对台湾的媒体的自由 或者是说媒体的这些表现没有影响力 那是不可能的 有心红色势力渗透台湾媒体 人权工作者提醒 如果台湾失去引以为傲的新闻自由 台湾人民将损失惨重 新闻自由 如果没有的话 全民是会陪产的 这就是新闻自由的重要 我不知道这些讯息 有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电视的七点钟 prime time news 一个都没有 这是什么世界 怎么可以骗台湾人骗到这样 如果中国大陆不能够尽快实现民主 那么香港就会成为 中共暴政统治下的一个普通城市 在台湾 新闻自由 是应该说是你们的一个最后的屏障 你们一定要坚守住 如果把这样的一个屏障放弃的话 那么台湾社会将是一个 也是到处充满了恐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 自由之家自1980年起 每年发表全球新闻自由报告 今年报告指出2013年全球新闻自由度 是十年来最低 多国都出现倒退现象 新闻海电视林家伟 陈辉谋 张志轩 陈真 台湾台北报道